各位太快了太快了 一脚起来啪的一下瓦格纳政变了 所以我今天紧急加根引起 为处于蒙蔽状态的观众介绍一下前因后果 昨天也就是6月23日晚间 瓦格纳集团生起一处军营 遭到俄军导弹袋袭击 这是多名雇佣兵死亡 同时还有消息声 俄罗斯国防部向顿河畔罗斯托夫派遣了特种部队 然而其作战目标不是乌克兰 而是要抓捕瓦格纳 对此普利克金立刻发表了一份尊皇讨逆宣言 控诉俄国防部的无能 令无数士兵的生命受到威胁 而瓦格纳集团将阻止国家军队领导臣带来的邪恶 并且他还声称 这不是政变 而是一场正义的行动 国不其然 普大厨言出必行 二次势力一早 瓦格纳就拿下了罗斯托夫 那一次俄南部军区的总部 也是前线俄军最重要的后勤补给基地 防守此地的俄军只进行了象征性抵抗 就乖乖搅了些 至此瓦格纳算是有了自己的战略根据地 普利克金入城后 与留在城中的叶夫·库洛夫等人进行了会面 而夺取奥地之后 普大厨也并为救死停手 仍旧指派瓦格纳拥兵挥施北上 有多个图片和视频显示 很多检查上的俄军不仅没有阻拦瓦格纳 甚至是被迫或主动的加入到瓦格纳当中 截至本节目发布前 瓦格纳前锋已经抵达图拉地区 冰封距离莫斯科约200公里 克里姆林宫的尖顶似乎正在向普大厨招手 而且我注意到 瓦格纳目前遇到的抵抗几乎都来自于空中 而洛斯空间军多次出动战机 轰炸了行径中的瓦格纳车队 而瓦格纳方面则使用铠甲系统进行回击 目前已经进入了包括一架米8电战机在内的多架直升机 和一架固定翼运输机 而莫斯科方面则派引由弗洛迪斯科夫少将指挥的特种作战部队 接管为莫斯科弗龙之战的国防部总部的控制权 只不过目前我们无法搞清楚此人究竟站在哪边 同时也有消息称 车程抖音军也被要求进京勤王 总之现在俄罗斯国内的局势混乱异常 即便严格上来说 内战的炸药还没有被完全引爆 但这隐性也算是烧到了一半了 目前俄官媒已经将这种情况定行为军事叛乱 普京则在当地时间24日上午9点发布全国演讲 表示这是西方的阴谋 企图分裂俄罗斯 并要求普里格金立即停止叛国行为 那么瓦格纳为什么要叛变呢 是因为营地被炸而要向国防部讨个说法吗 肯定不是 从爆炸结果和时间上来说 我更倾向于使普里格金制导自演的假期行动 而且有消息声 瓦格纳至少记录了两个月的武器弹腰 并从前线调集了T90等重型装备 显然这场政变是有备而来的 从根本上来说 如今的苦果 从普京调瓦格纳进入乌克兰战场的那一刻就埋下了 想要那些班囚防兵出攻出力就必须放权 而一旦放权就必然导致军阀格局 这就是为何前段时间煞一股急着要消翻 强迫瓦格纳佣兵归顺国防部 说白了 这就是封疆大力与中央政府之间不可调和的内在矛盾 天保年间的唐朝是如此 今天的俄罗斯亦是如此 那么普里格纳接下来会怎么做呢 目前他最好的办法当然是一小时二杀分 速途莫斯科 曲普竟要代之 虽然目前瓦格纳的口号主要还是针对 萨伊古和格拉辛莫夫等俄军高层 但随着他们越来越逼近莫斯科 行动口号也是会变的 尊皇讨奸 毕竟不如王侯将相 你有总乎那样具有煽动心 不得不说普里格纳举世的时机选的很妙 目前俄罗斯能战之兵都已经调完乌克兰前线 内部极为空虚 这个之前俄罗斯自由军已经把瓦格纳测试过了 且经过一年多的熬战 俄军内部早已是苦不堪言 瓦格纳凭借着过往的战功 很容易就能团结基层士兵 所以他在一路北上基本上没遇到多少阻挠 据说在高层方面 他也早有安排 这点从他拿下罗斯托夫后 与俄副国防部长谭晓风声就能喊书 其他的军头比如屠夫苏罗维夫 虽然有发表视频劝诫 但言辞都非常的谨慎 并没有把话说死 显然是打算持续观望 毕竟在这个时候 选对了边这个机身开过元勋 而选错了则始无战胜之地 当然还有一种情况不能排除 鉴于此前苏普两人异常亲密的关系 说不定苏罗维夫已经被少议谷控制 在逼迫之下不得不出来说话 而这就更加证明 普里格金的党羽遍布俄军各处 目前不确定的是 大叔手下能有多少军队 他说的是有2.5万人 也就是前段时间从乌克兰战场撤下来的那批 仅凭这点兵力就想控制整个罗斯 颇有难度 不过只要民意技术存在 普大叔并不守手下没兵 除了接管掩渡投靠的部队以外 目前瓦格纳也已经打开罗斯托夫的监狱 并对囚犯们开出条件 要么继续在监狱里捡肥糟 要么加入瓦格纳吃香荷辣 而普里格金本人刚好就是这些人的榜样 治大国如盆小仙 我命有我不由天 总之像莫斯科进军的大旗一旦举起 就无法自行放下 只能是一条道走到黑了 而对普金来说 他现在也有两个选择 一是立即从乌克兰前线撤回军队 并拼死一搏 全力剿灭瓦格纳 二是搞缓兵之际 先献计烧一股 战士稳住大叔 等来日再与之一决此凶 而不管是哪一个 他本人都必须待在莫斯科 得让俄罗斯全体军民 看到他这位最高统治者 依然掌握权柄 而如果临阵脱逃 或者贝伦认为他逃跑了 这会重挫宝皇派本就不高的时系 动摇其将派 那威护其威的忠诚度 此时终有百万大军 也将无济于世 那么最后啊 是乌克兰会怎么做呢 前面说到普里格金发难 肯定是提前安排好了的 甚至不能排出 早就跟乌克兰通过了气 这一步大骑 恐怕从瓦格纳宣布占领 巴赫木特的时候 就已经开始了 当时乌军分明有能力继续防守 并两翼夹击 但却毫无征兆地退了下来 而瓦格纳宣布完成任务后 则立刻换防 退到后方休养生息 这也就难怪乌军反攻没有出权力 而是让少部分北俄旅现身 营造出大军压境 战事胶着的情况 以便牢牢吸住俄军主力 我本以为这是为了给日后 更大规模的反攻做准备 没想到这其实是给普大厨举事 大信号啊 确实咱们换个思路回头一想 乌克兰的反攻 也不一定要由乌克兰军队来执行嘛 指挥俄国内斗 无论谁输谁赢 都对乌克兰大大的有利 如果普京最终计告一手剿灭叛乱 则免不了要兴起大狱 彻底清洗而军 而如果瓦格纳真的入主克里姆林 则要立刻转过身 对付那些宝皇势力 不管是哪种情况 俄罗斯都要彻底陷入动乱当中 我想乌克兰真正的大反攻 就会在那时开始吧 总之这场好戏才刚刚开始 此时我想不管是乌粉还是鹅粉 都会很想知道一件事 到底什么时候才会达到莫斯科啊